啊 大家好啊 继续说这个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四五次战役的这个价值 很多人认为第三次战役都不应该打 第四次五次战役更不应该打 这些人就完全不考虑这个其他的事情 就是就是那种赌徒心里占了便宜就想跑 还以为自己跑得了 还以为强者会让你占了便宜之后不继续这个追究 这里有很多很多假设都是不成立的 第四第五次战役呢 苏联空军就参加了 这就创造了一个什么机会呢 这个机会是 我想只有毛主席能想象到 毛主席的这个 这个思维的这个 这个高展远逐啊 这个高度 他操作的那个高度 超出现在人类不知多少 以至于呢 如果主席手上再有点物质资源的话 那真是真是不可思议 打个比方吧 中国当时的这个军力 当然了 我们自己因为有毛主席这样的统帅 我们中国人对中国的陆军还是信心很大了 别人不这么看啊 而且而且事实 近代一百多年这个 战争的这个历史 事实也 也不是这样的 也是中国非常之弱 所以呢 中即便是中国的强项 这个陆军 在别人眼里 我想 打个比喻啊 用用足球来比较一下 也不比国足强多少 那就更不用说这个空军了 如果说 中国陆军 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 比今天的国足要好一些的话 那么 中国的空军当时在世界上地位 恐怕比不了 今天的国军 那么 怎么建立一个国 中国空军 这个是毛主席考虑的问题 很多人考一看看美援朝 哎呀就觉得 占了便宜赶快跑 毛主席还要考虑 怎么建立一个空军的问题 要从朝鲜战场上 打出一个空军来 很多人 能够看到这个朝鲜战争 或者说抗美援朝 对 苏联的利益 啊 说是啊 为了毛子打的 可以 我可以承认这一点 对很多人都有用吗 一件事情不可能只对你有用 那么 既然对 毛子有用 那就要一直打到 让毛子出一点代价 如果 第一次第二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就结束了 啊 人家是不是 苏联是不是 白得好处 好 继续说这个 这个第四五四战役 打出了中国空军 如果说 当时的中国空军 在世界空军里的地位 就跟今天的国族 在世界 足球界的地位差不多的话 那么 美国空军 就是 世界杯冠军 苏联空军 就是世界杯亚军 美国空军是 天下第一高手 苏联空军是 天下第二高手 中国空军呢 那就是个菜鸟 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 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中国空军 作为一个菜鸟 在天下第二高手的 教练下 跟天下第一高手 陪练 大家想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千载难逢都 都不足以形容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机会是根本 不可能存在的 国族想想想想想把这个世界杯 亚军拉出来 给他们教练 同时把世界杯冠军拉出来 在跟国族陪练 开什么玩笑啊 人他妈看你两眼都算是 都是千彩难逢了 最多给你打个友谊赛吧 我想 而且打友谊赛 人家也不会上 上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球星呢 上球星我把上几分钟也就拉倒了 所以呢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第四五次战役 打出了中国空军 从此 中国有了 陆军和空军 当然了 海军还 还需要时间 而且呢 中国空军是在天下第一高手的 陪练下 天下第二高手的教练下 浴火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 这句话大家听了可能 中国人真是中国人近代 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这句话大家听了之后可能不觉得什么 很多人都都佩服以色列空军吧 以色列空军也没有 苏联空军的教练 那就更不用说以色列空军不可能 有 美国空军的 陪练 以色列空军再牛逼 他打的也是 乌斯林国家 说句不好听的 相当于英超 大业余 以色列再牛逼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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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美军来一次实战经验 试试 中国空军就有和美国空军的实战经验 很多人 喜欢喜欢外外美军的实战经验 美军的实战经验对他妈的 伊拉克对他妈的阿富汗有有个屁用啊 相当于世界冠军打业余 有意思吗 那种实战经验 只有坏处没好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培养出一种 毫无意义的自信 打了一群业余 还以为自己有本事了 这就是啥呀 这就是不知己 如果再加上不知彼 那就是美战必带 所以 大家看看抗美援朝的这个 这个价值有多高 毛主席 真的 中国人 中国人敢有一丝一毫的 想法 对毛主席不敬 那就是 人类第一白眼了 好吧